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23号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蒋农杰 带你来看到,花莲从在今天开始呢,是陆续的为全县41所国高职学生来施打BNT的疫苗 根据花莲县政府教育处的统计,指出了大约是有15,683人是同意在校接种 那么呢,这个医疗团队也将在今天开始,一直到下个月4日进入到校园接种 而首场在四围高中开大,县长徐真卫以及卫生局长及慈悸医院的院长等人都盗效关心 花莲国高中生23日起陆续在校园施打BNT疫苗 根据花莲县府教育处统计,目前符合资格且有医院接种学生超过15,000人 医疗团队在23日起至下月4日将陆续进入校园接种疫苗 首场四围高中,县长徐真卫,卫生局长朱家祥及慈悸医院院长林新荣等人到校关心 花莲县即将为全县的国中高中来施打疫苗 在这里有共有几万六千六百四十二人来施打 所以希望在这几天我们全部施打完毕 当然我们也谢谢家长的配合,让我们能够为医院来施打 谢谢我们所有的四围的老师和同学,我们一起来防疫 一起让国家更安定更安全,让我们的家人更平安 有些家长对于这个BNT施打还有疑虑的 我们还是希望鼓励她,她的小孩能够来接受疫苗接种 那对于说如果说她想去外面医疗院所接种的话呢 我也请她说在学校接种,我想还是最安全的 因为不管在任何一个入校接种的医疗单位 都会在整个医疗的处置上做最好的规划 所以家长可以放心,交给我们学校,交给我们的医疗团队 一定可以得到最好的照顾 那我想BNT跟莫达娜都是一样的 第一期的话,它的反应其实还没有第二期来得强 第二期产生了包括发烧,全身不舒服的反应 是会更强烈的 不过不管我们说,我想短暂的因为疫苗不舒服 总比染疫之后产生更大的不舒服要来得好多了 所以整体来讲,还是非常鼓励我们学生来接受这个疫苗接种 卫生局鼓励学生施打 也提醒学生 强调接种是防止重症和死亡 还是要养成戴口罩 勤洗手习惯 另外针对华联长者第二剂疫苗接种 符合AZ第二剂资格长者 接获通知后23日起 依一春意礼一诊所方式进行施打 而莫德纳疫苗部分 也将分送通知单给符合资格长者 27日安排接种站进行施打 接着蒋邦言华联士报导